您会用英文拼音来评自己的中文名字吗 像我的林静呢 英文名字就叫林静非常好念 但有的中文名字可就没这么好拼咯 打开这阶的奥运官网我们可以看到 这回的官网是首次呢 他们设计了一个小巧思 就是每个运动员旁边的这个介绍栏位 按下小喇叭就可以听到运动员选手 念出自己的中文名字 像雨球天后戴字影这发音不算太难 这届的巴黎奥运官方网站藏的小彩蛋 就是让球迷可以听到选手本人念名字 更方便主办单位念出正确的发音 但仔细听 哎呀中文果然是世界上最难发音的语言之一 看看这三位中国选手听到自己的名字 简直一桶雾水 像是在说你在叫我妈 而点开我国射箭选手汤包汤志军的音档 汤志军 好帅 就是这句好帅在奥运官网持续放送 还被汤包的粉丝转到脆上爆红 本人还原当时的情况 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 我想说念自己的名字也蛮奇怪 我想说不会有人点开听 好帅 然后点开 我爸爸妈妈传给我 我就觉得好尴尬 汤志军 好帅 很帅 我那句我没有补进去 大家都还蛮搞笑的 毕竟主办方可能不懂中文 你喜欢怎么念就怎么念 但这位台湾选手陈一通 怎么变成外国人的名字 不止英党疑似放错 放成了其他选手 就连官方的照片post 怎么都跟其他人不一样 回想起来实在让陈一通哭笑不得 意外让巴黎的奥运选手们 留下难忘回忆 更成为网路热门话题 明日新闻林女中的名 台北部导 梦 梦 梦